我听说越是在某些领域 比较优秀的人 越是容易得抑郁症 林霄得焦虑症 太正常了 她这么聪明 不得才怪呢 你别瞎说 这跟聪明聪明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被她妈妈折磨的 我以后要叹像这么一个婆婆 我日子怎么过呀 我觉得我们应该挑一本 一看就想让人睡觉的时候 比如说 百年孤独这种名著 我看两页就想睡觉 行了 就这本吧 我困不死的 走吧 我们赶紧还要去调壁纸呢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没事 不客气 谢谢师傅 辛苦了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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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师傅了 慢走啊 慢走啊 谢谢师傅 开工 开工 你确定这样有用吗 当然 这人放松了心情就舒畅了 就容易睡着觉了 你确定这样有用吗 我该说你的牙人 这人是在我的牙出来 你还能够睡着 如果你不想睡着 我还能够睡着 我还能够睡觉 我还能够睡着 那天我还能够睡着 我还能够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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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欢迎回家睡个好觉 李洁洁 你还在干什么呀 好了 好了 草莓家 草莓家 洁洁 昨天我看到小程打来电话了 你记得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是我的手机 我忘了告诉你了 他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那他说什么了吗 他就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你今天还去店里啊 你这手还能做事吗 必须得去啊 我这几天都不知道 店里发生什么 不错呀 有点老板的样子了 那是 以后我可是要照顾你 先办了 好 昨天拿错电话了 我接到了哥新加坡妹妹的电话 说什么了 哥跟他们说 就回家来玩一个月就会去的 别听他瞎说 他说就回来玩一个月 干吗找工作啊 我知道啊 嗯 所以说哥是骗他们了 不然我估计人都回不来 也是啊 我就说他那个那么难缠的妈 怎么就突然同意了 那怎么办 怎么怎么办呀 他都没办法 你不过也是 骗赵花光回来的吧 怎么可能 赵花光早就不管我了 也是 他也管不住你 聊什么呢 聊什么呢 聊他爸呢 赵花光不是我爸 生物学生的父亲 好吧 烦不烦 四宝 你看看 吃领导的饭砸领导的锅 没事 没事 吃饭吧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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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分泌多巴胺 多巴胺能让人心情变好 好得累了回去洗个热水澡 正好舒舒服服睡个觉 我是医生 不用你给我科普 你是个牙医 你生病了还得别人治呢 那你做我的医生 医生我不行 不过你嘛 我还是了解的 这是心病 别想得开 心病新药医 你就是我的新药 你肉麻死了 还心药 真的 我觉得你布置的房间 真的特别舒服 那不是我一个人弄的 好多都是月亮的香药 那书是谁买的 我 我觉得那本书挺好的 里边有好多话 都写得非常好 比如有一句啊 终于明白 一个人是无法抵挡 所有的事情的 一朵白云的阴影 也能令人窒息 笑什么 果然从小到大 你才是我的新药 你够了够了够了 酸死了 跟你说个正经的 下周六我妈祭日 二十一周年 我知道 离爸和我说了 都二十一年了 我爸散偶二十一年 全守着孩子过了 我倒是挺开心的 他也太苦了 我真后悔 我小时候怎么老嘲笑着 不要后妈呢 你记不记得小哥他妈 记得 虽然总共没见过几次 每次都是他接紫秋的时候 人长得漂亮 冷冷淡淡的 话很少 你怎么突然间起他了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反悔跟我有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要是去相亲 我对象有个 这么难搞的女儿 我也跑呀 而且那个时候 小哥已经很热情地 叫老李爸爸了 他都没有反对 我当时担心 他跟老李结婚以后 会不会虐待我 我还自己一个人 躲在被窝里偷偷哭过呢 你是躲在被窝里 偷偷吃糖吧 甜食能让人心情变好 这是测语 行 小时候根本不懂人 为什么要结婚 所以才会那么不懂事 现在好了 你们回来了 以后我们三个 好好陪着爸爸们 跑步 分泌多巴胺 哥 快点快点 分泌多巴胺 快跑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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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二姨 我要更忙碍这段 徐先生来看你呢 行 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来家里吃个饭吧 不麻烦 不麻烦 行嘞 那后天见 再见 您二姨来看你呢 他说他家里的鸭子 他家里的软鸟病 来城里买药 顺便来看看我 回去洗澡 行 林肖 你电话 你妈呢 你找到他家里了 等他去洗澡 那你还可是什么 对我 真不吃啊 我还做出去了 你不吃饭 一杯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